第14题 伊林拿此肥皂当研究主题 得到4个结论 但其中错误百出 你能告诉他什么选项才是正确的吗? 是具有常链结构的有机聚合物 学名是碳酸氢钠 这个是错的 说是常链应该可以算对 但肥皂不是聚合物 他的学名 我们用氢氧化钠做出来的应该是脂肪酸钠 所以选项A是错的 选项B 肥皂适用于各种纤维且在硬水和盐水中其能力更好 这个是错的 我们的肥皂不适合用在硬水 也不适合用在盐水 它在盐水中不会溶解 所以选项B是错的 选项C 酒精能帮助椰子油和氢氧化钠溶液均匀混合 但不是反应物 这个是对的 酒精在我们的氧化反应当中是当作溶剂用的 是来溶解我们的油脂 让它可以跟我们的氢氧化钠充分混合发生反应 所以选项C是对的 选项猪肥皂分子如柚土 甲端为氢油端能深入油脂 乙端为氢水端会将油污嵌入水中 我们的肥皂有长链端跟大头端 长链端也是乙端是所谓的氢油的 而大头端是氢水的 选项猪正好写颠倒 选项猪是错的 所以第14题问我们说你能告诉他什么选项才是正确的吗 我们答案选的是C 酒精能帮助椰子油和氢氧化钠容易均匀混合 但不是反应物 给大家评论 对 你们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